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2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网播报 我是Jennifer 前加拿大央行和英格兰央行行长Mark Carney说 加拿大每年很可能会陷入经济衰退 但由于其强大的经济基本面 其情况会比许多其他国家好 而且反弹速度会更快 Carney周四在参议院银行 生业和经济委员会上发表了胜出意见 Carney说 我认为在全球范围内 经济衰退是可能的 在加拿大也是最可能的 我想这样说 我担心这有点像现在的航空旅行 我们知道要去哪里 只是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到达那里 所以对确切的时间有一些不确定性 Carney告诉参议员们 中国现在实际上处于衰退状态 他说欧洲正在进入衰退 英国已经处于衰退之中 虽然美国的经济势头正在支撑着加拿大 但它将在明年某个时候陷入衰退 对我们来说 鉴于这些累积因素 加拿大很难成为一个例外 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很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至少在加拿大会出现几个季度的负增长 这一预测比国际货币金融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皮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在周日播出的采访中所做的预测更悲观 古林查斯当时说 我们预测加拿大的经济会放缓 我们看到明年的增长将下降到大约1.5% 所以这是一个向下的修正 加拿大经济在反弹中表现良好 但它受到影响全球经济的同样风向的冲击 古林查斯说 虽然加拿大和美国的失业率在未来几年会上升 但两个劳动力市场都非常强劲 失业率应该有希望保持相当温和 卡尔尼指出 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低失业率 是加拿大在抵御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方面 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的原因 他说 加拿大的就业市场之所以强劲 是因为疫情的福利 如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 有助于使工人继续工作 这意味着加拿大失去的工作比其他国家少 卡尔尼还说 加拿大与所有其他G7国家和环太平洋国家的国际贸易协议 将帮助其更快地恢复 卡尔尼说 由于美国现在的情况比其他国家好 其经济实力可以支持加拿大的复苏 他说 毫无疑问 加拿大可以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的走出困境 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什么 这是一场风暴 不是一场巨峰 这就是我想说的 一份关于江大银行的新报告发现 通货膨胀 利率上升和经济不确定性正在给客户带来压力 许多人希望银行就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提供更多建议 由JDPower的调查显示 加拿大消费者满意度最高的是皇家银行 枫叶银行则垫底 JDPower2022年加拿大零售银行满意度调查 使用1000分制对银行进行评分 排名第一的是RBC加拿大皇家银行629分 其次是CIBC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615分 BIMO蒙特利尔银行610分 TD道明加拿大信托606分 和Scotiabank封业银行599分 JDPower银行和支付情报执行董事总经理 Jim Miller告诉多伦多CTV新闻 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优势 没有一家银行最适合每个客户 有些更注重数字 而有些则更以人为导向 所以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户 调查还发现 今年早些时候在1月到3月期间 50%的银行客户表示 他们感觉财务状况良好 但在今年晚些时候 就是7月到8月期间 这一数字下降至38% 在加拿大人面临经济衰退的恐惧之际 只有32%的客户表示 他们认为银行在充满挑战的时机 为他们提供了支持 Jim Miller说 加拿大银行没有跟上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 也没有跟上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期望 至少在沟通方面是这样的 许多人还表示 他们希望获得有关如何管理通胀 为经济衰退储蓄和偿还债务的建议 随着银行每年继续赚取数十亿元 一些客户表示 他们希望获得更好的客户服务 并对致电银行时的等待时间表示担忧 但是当客户联系银行时 87%的人表示 银行电话代表为他们提供了帮助 Jim Miller说 通过电话联系客户代表确实有点困难 但当你这样做时 他们通常会很好地解决客户的问题 该调查还考察了中型银行 并给没有实体分行的数字在线银行Tangry打了最高分 Jim Miller说 这并不适合所有人 但如果你不需要到分行去 Tangry会提供优惠的价格 优质的产品和强大的服务 每个银行有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如果您对自己的银行不满意 可能是时候环顾四周 看看其他银行能提供些什么了 几乎全世界消费者都在饱受通胀之苦 加拿大人也不例外 并且根据电信研究公司Review 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称 加拿大无线通讯费用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加拿大每Gb数据的成本可能比其他国家高出8倍 加拿大的平均数据使用量 在受调查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四 但每个用户的花费却是最高的 然而 加拿大几大电信巨头 今后的日子可能没那么好过了 周三10月19日 加拿大电信监管机构 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CRTC 做出一项裁决 该裁决意味着小型手机公司有朝一日可以运营 为无线网络市场提供更大的竞争 为江大人在手机运营商方面提供更多选择 该机构公布了管理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MVNO手机网络的新规则 移动虚拟运营商是指不拥有无线网络基础设施 向消费者提供无线通讯服务的电信运营商 移动虚拟运营商向传统运营商批发通信服务后 制定具有自己特点的套餐提供给消费者 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可以使用自己的客户服务体系 计费系统 销售人员 也可以使用移动虚拟网络的技术服务 通常价格要便宜得多 比如江大演员和企业家雷诺兹拥有的Mate Mobile 是美国MVNO的一个例子 他在美国境内以每月30美元的价格销售无线流量 通话和短信计划 该公司没有自己的手机塔 只是将其购买的空间转售给消费者 但雷诺兹这样的公司不能在江大运营 去年 江大电信监管机构制定了一项政策 为希望在江大运营的MVNO制定基本规则 根据这些新规则 像Mate这样的公司仍然不能在江大运营 因为CRTC要求任何MVNO 必须在江大的某个地方拥有自己的网络 以便搭上江大其他地方的现有网络 如果他们能达到这个标准 他们就有资格 然而 唯一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公司是现有公司 CRTC公布的新规则 要求江大电信三巨头 必须与区域无线网络供应商进行谈判 商定MVNO的批发价格 如果需要 监管机构将介入担任仲裁员 CRTC表示 这些谈判将有助于确保合格的MVNO 接入5G网络 并确保其网络服务不会因为客户在各覆盖区之间漫游而被中断 CRTC主席Scott表示 这使得距离实施其政策又进了一步 这将使区域供应商在竞争有限的地区提供无线网络服务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 江大的手机费可能要下降了 CRTC表示 他们将最大限度地打破江大无线移动通讯的垄断式市场 有望促进更大的竞争 从而降低手机计划的价格 CRTC主席兼首席执行官Scott表示 这将有助于为数百万江大人提供更实惠的选择 CRTC指出 近年来移动无线服务的价格已经有所下降 例如2016年至2021年间 5GB数据流量套餐的平均价格下降了11% MVNO将由CRTC托管7年 让区域无线网络供应商有时间建立和扩展其无线网络 最近 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各种干洗洗发产品的召回通知 很多都是大型连锁超市常见的品牌 大家务必仔细检查家里是否有这些 10月18日周二 加拿大卫生部表示 某些P4的Bathead TG Dove和Tracy干洗洗发产品应存在本而被召回 他们指出本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 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产品 并且按照包装上的说明进行处置 消费者可以联系公司获得退款 通知中写道 该机构警告说 本是一种人类致癌物 接触本可以通过吸入 口服或皮肤接触产生 并可能导致癌症 包括白血病和骨髓血癌以及其他可能危及生命的血液疾病 不过 江大卫生部还指出 环境保护部门所做的模型表明 预计召回产品中本的日常暴露量与测试中检测到的水平相同 不会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受影响的产品于2020年1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在江大出售 已经售出约150万件受影响的产品 如果家里刚好有这些干洗发产品 千万别再使用了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